法律法律要求我必须做毒性的分析 依据法律有规定吗 中国官员在报代户职守 安徽楚州传出河水污染 大量鱼虾异常死亡 官员拔户型禁 镜头前线行 那么这个水进入到河里是不是有毒 咱们作为环保部门也不知道 对消防的水我认为没有必要做 喝茅台也能喝死人 喝死人以后需要对茅台做毒性分析吗 我认为没有必要 楚州生态环境局局长将茅台比作污水 茅台也能喝死人 难道也要做毒性分析吗 另一名水利局官员甚至一问三不知 被指污染的是安徽楚河 整个河道都变黑还散发恶臭 村民连续多天从早到晚打捞 岸边一袋袋全装满鱼丝 明明反映了地方父母官却置之不理 消息曝光后中国全网怒轰 遭封茅台局长等众官员 从县委到相关负责人全遭免职 中国网上酸言官员摆烂心态是中国官场日常 只是官员玷污中国人自豪的民族品牌茅台 不知水平欠佳也最佳一等 三新闻 严信报导